今天我們要來開箱HPG兒童背包 有兩個款式 一個是街頭探險家 還有城市小旅人 那我們先來看街頭探險家的部分 它的外型其實就是街頭風有點像小大人的設計 然後背帶的長度是可以調整的 背帶都有加 後背卡也比較舒服 一起看一下它裡面可以裝一下多少東西吧 裡面是放了天物 保溫水壺 有一隻娃娃 大包零食 還有散布毯 跟這件需要的口罩 還有筆記本 還有零錢包 還有它袋子上面是漱口拉繩的設計 小朋友使用起來也很方便 然後再來看一下城市小旅人的容量跟剛剛那一款其實差不多 那我們看一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它側邊有兩個口袋都有魔鬼沾固定 而且口袋很深可以裝不少東西 然後再來是它的背帶也是可以調整的 可以依小朋友的身高啊身形去調整 而且你看它的背帶超長的 其實大人也可以飛用 像之前我同事就飛這一款背包到日本去玩 那再來是它的提把非常的有質感 中間還有扣子可以固定 然後前面的口袋可以裝一些票卡啊 或者鑰匙一些小物方便拿去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HPG Happy Playground 兒童背包 好喜歡的朋友記得大菲菲斯賣輕嘴購物購買唷 掰掰 掰掰